撒姆尔记上 第四章 撒姆尔的话传遍了以色列 那时 以色列人出去迎战非力士人 他们靠近以便以泄安营 非力士人却在雅弗安营 非力士人列阵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战事展开后 以色列人败在非力士人面前 非力士人在战场上杀了约四千人 军队回到营里 以色列的长老说 今天 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力士人面前击败我们呢? 我们要把耶和华的约柜 从侍罗抬到我们这里来 约柜一到我们中间 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于是他们派人到侍罗去 从那里把坐在二基路伯中间 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 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和菲尼哈 也与神的约柜一同来了 耶和华的约柜来到营中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 大地也回声响应 非力士人听见了欢呼的声音 就问 在希伯来人的营中 为什么有这样大声的欢呼呢? 后来才知道 耶和华的约柜来到了营中 非力士人就害怕起来 他们说 有神来到他们的营中了 又说 我们有祸了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有祸了 从前在旷野 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的 就是这些神 谁能救我们脱离 这大能之神的手呢? 非力士人啊 你们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 免得你们做希伯来人的奴隶 好像他们做过你们的奴隶一样 你们要做大丈夫 作战吧 于是 非力士人起来作战 以色列人就被击败 个人都往自己的正棚逃跑 这是一场大屠杀 以色列人中 有三万步兵阵亡 神的约柜也被抢去 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和菲尼哈 也死了 有一个汴亚敏人 跑离战场 衣服撕裂 投蒙尘土 当天来到侍罗 他来到的时候 以利正在路旁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观望 因为他为神的约柜 担忧战力 那人进城里报信 全城的人就都喊叫起来 以利听见喊叫的声音 就问 这喧嚷的声音 是什么意思呢 那人急忙前来 向以利报告 那时 以利九十八岁了 眼睛发直 不能看见 那人告诉以利 我是从战场上来的 今天从战场上逃回来 以利问 我儿 事情怎么样 报信的人回答 说 以色列人在非利式人面前逃跑 伤亡惨重 你两个儿子 何弗尼和菲尼哈 也都死了 民中被杀得甚多 神的约柜也被抢去了 因为以利年老体重 报信的人一提到神的约柜 以利就从椅子上 往后跌倒在门旁 紧骨折断而死 以利治理了以色列四十年 以利的媳妇 菲尼哈的妻子 怀了孕 产旗禁了 他一听见神的约柜被抢去 以及他公公和政府 都死了的消息 就忽然感到疼痛 屈身生产了 他快要死的时候 站在门旁的妇女们 对他说 不要怕 你生了一个儿子 他却不回答 也不理会 他给孩子起名叫 以家伯 说 荣耀已经离开 以色列了 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 又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说 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 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了 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 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 那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 这就是神的约柜被抢去